男子手被上铐 警方到家里逮人态度和蔼 原本凶狠的嫌犯也放软态度 乖乖跟警方走 警方在车上搜除一把尖锐镰刀 嫌犯就曾用这把镰刀 尾随前女友的前夫将他殴打成伤 并且还恐吓要将前女友毁容 因此被警方逮捕 事情发生在2018年 宜兰苏澳 这名嫌犯与一名女子交往后被甩 女子躲回前夫家中 嫌犯不甘心 去年9月跑到女子前夫家中 呛呛威胁要将他毁容 一个月后 嫌犯看到前女友的前夫开车返家 他便拿出镰刀威胁 而被害人逃跑不成 被嫌犯从后方用手臂勒住 还用镰刀刀臂猛力敲击头部 划伤又上臂 算嫌犯否认出言恐吓 但表示确实曾说过 要把女子的脸皮拿走 就是要把她的车子拿走 坚决否认对她颇酸 但被害人指正利利 并且法官认为 汽车只是一般家庭的交通工具 一般人不会因为 拥有一辆车铃十年的国产车 而认为自己有面子 因此不足彩性 全安一恐吓安全伤害强制罪 判男子十个月有期突刑 记得临晨杨志玉一栏报道